首局開局 身穿紅色秋衣的天津女排 憑借出色的籃房一度擁心 但隨著張嘲寧替補登場 江蘇女排的進攻愈加猛烈 以25比20和25比22先下兩局 江蘇隊今天組場拼得很兇 特別是她的總共進攻 打得比較好 從我們自己前兩局 我感覺我們進攻沒有打出來 而且今天我感覺就是 一傳沒有保勝 失誤還是偏多一點 天津女排雖然落後 但並沒有影響鬥志 她們憑藉高質量的籃房 和把握機會的能力 以兩個27比25連贏兩局 頑強地將大比分扳平 第三第四局的話 應該說對手從各個環節 給我們造成這些壓力 比如說一傳包括籃房的反期 應該說比我們做得更好一點 決勝局江蘇女排 頂住天津女排的反撲 此意唐欣和龔翔宇 聯手貢獻50分 隨著劉美軍扣球出現 江蘇女排最終以15比9 拿下學勝局 大比分3比2獲勝 取得新賽季3連勝 江蘇這些年輕隊員 進步還是比較快 所以從整個進攻 還是抑制我們 我覺得整個場上隊員 每個人都打得非常好 他們應該說這次 真的是能放開自己的 對手 先進步 我們以往 我們按摩 打高予